俊飞 你们这家酒吧不怎么样吗 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 你说谁呢 谁背地里使坏我说谁了 怎么 林总 这话听得不太入耳吗 上官 你要是真想替雷雨晨出头啊 你就别在这儿跟我耍嘴皮子 林小元 林小元 你不用太得意 有你认栽的一天 放火花园与死不 爸 何俊飞 你给我出来 走 我们走 女伴丢了吧 死心 别这样 我还在施工呢 我脱稿人家该不要我 我就问你一句话 是不是她林小元在转你 是 就算她在转你 你干个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做服务生呢 我做什么是我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你还在恨我对不对 你现在这样自暴自弃 是故意的是不是 我不恨你 你是个女人 你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是我太失败了 我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都透着失败的味道 我们分开 去证据的选择 这都几点了呀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老杜 待会儿你要跟我统一战线 好好地说说她 不能由她的性子互来的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老杜 老杜 这从雷家回来之后 你都心不在焉了 你在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跟 我没事 可能是今天有点累了吧 回来了 爸 妈 你们怎么这么晚还没吃饭啊 瞅瞅瞅瞅 这都几点了 不是都在等你吗 你说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我跟你爸大老远地过来看你 你可倒好 在别人家当你小保姆了 妈 工作室关了 明天跟我们回老家 我在上海待她好好的 为什么要回去啊 你这是好好的吗 不回去也行 你向我保证 不准再去雷家半步 这怎么行呢 雷雨震现在不方便 他爸需要有人照顾呀 他爸需要有人照顾 那是他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一个女孩子家呢 还帮一个犯人照顾家人 这说出去多丢人哪 你知道吗 幸亏是在上海 要是在老家 也早被别人戳净养骨了 你发什么呆呀 你说两句话呀 小 小苏也是好意 你要不这样吧 你看今天也不早了 大家都冷静冷静 过两天再谈吧 就是啊 你们大老远来也挺辛苦挺累的 吃完饭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屋了 啊 我 肚冒开 你脑袋是让门挤的是吧 孩子是我自己的 就得我自己去操心 不吃了 气饱了 爸 我妈是不是还在生咱俩的气啊 都好几天了 也不怎么跟咱俩说话 这件事呢 你做得欠妥大 也怨不得你妈生气 您怪我吗 闺女大了 我怪你有用吗 不过小苏 咱就是做好事 也得有个分寸 你说你能帮得了她一时 你也帮不了她一世啊 这有些事啊 尽到心意就好了 这有个分寸 您跟少姨 是不是认识啊 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您 少姨是郑融的妈妈 我 我还知道 你们两个年轻的时候 相爱过 我就想跟您说 不管您跟少姨之间 有什么样的误会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不要憋在心里 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我说 林总 雷宇珍这根儿不错 挺好使 找我什么事 您和蒋小姐的机票 已经订好了 后天上我的飞机 至于下飞机之后 小姐 你不用管了 我来处理吧 是 您这次带着老婆孩子 一块儿回家过年 伯母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 是啊 这些年我努力打拼 等的就是这一天 是 樊律 爸回来了 好 我马上回来 妈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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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咱们家楼下 住着一位老太太 那是个孤寡老人 你和我爸隔三差不多 就给她送点油 送点米什么的 你不是从小就教育我 要善良啊 要乐于助人的吗 我也是听你的话 所以我 我才跑去照顾老雷总的 妈 妈 我跟你说实话 雷宇峥她挺可怜的 其实她是被冤枉的 老雷总也是受了刺激 所以才会那样 再说了 其实雷宇峥帮我挺多的 有一次我在工地工作的时候 突然就昏倒了 是雷宇峥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我和郑融的那套房子 也是雷宇峥替我们两个保住的 其实她是个好人 我现在向您道歉 您愿意接受我吗 你原谅我吗 你原谅我吗 女孩子的青春 比那金子都金贵 你说她要关个三五年 这你也不在乎 她待她的 我干我的 互不相干 妈在跟你说正事呢 你看着我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她 孩子 妈是心疼你啊 你说赶进这条路 你已经走了不顺了 为什么还要选难走的路走呢 傻孩子 你过了幸福 妈才能放心知道吗 晓晓啊 公司的一切还好吧 您放心吧 一切顺利 爸 一切顺利 来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们俩 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爸 我们陪您过年 爸 我想带樊绿回老家 回你老家 林向远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范绿啊 你也该跟向远回去一下了 你们结婚 一切从简 向远他妈 到现在没见过我媳妇啥样 这大过年的 你再不回去让他见见 这有他说不过去吧 我妈做梦都盼着你回去 这不 知道你要回去过年 特意为了你把老家的房子 重新装修了一遍 这话说的 装潢了又怎么样呀 爸 您都不知道他那老家 就是一个交通不便利的地方 我这怀着孕呢 我总不能坐着牛车到处折腾吧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你现在就是想坐牛车 都坐不着 去年我们家通火车 我们可以坐飞机到贵阳 下了飞机可以坐高铁 下了高铁就到家了 那又怎么样呀 我到了那儿吃吃不好 喝喝不惯的 我是去过年还是去受罪的 要不这样吧 你想吃什么 咱们从上海带 我去买 你故意拿话堵我是吧 反正要么你自己回去我不拦着 实在不行 你让你妈来上海吧 这倒是个办法啊 向远啊 要不就让亲家过来 你刚好可以在上海玩玩嘛 爸 您是不知道我们家的风俗 这新媳妇头一年啊 必须得回家过 要是樊绿不跟我回家 这街坊邻居的 会嘲笑我妈呢 是你妈的脸面重要 还是我孩子的安稳重要啊 这医生都说了我要小心静养 情绪不能有波动 我这在上海待着的都不安生 这长途跋涉的 万一有个闪失 谁负责呀 这倒是啊 没事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 也无所谓 那我就自己回家吧 范琳啊 那你一定记得 给夏威她妈买点礼物 年三十的时候 打个电话 给她妈拜个年 好好地道个歉 解释解释 听见没有啊 知道了 夏威啊 这次我从国外 带回来了不少阴阳品 待会儿啊 你多挑几件好的 给你妈带过去 也帮我呀 跟她老人家问个好 好的吧 我知道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些年 您过得好吗 这些年 您过得好吗 当年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答应跟你一起走 又没来 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杜茂开 我希望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我更希望 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凯旋 我当年是有苦衷的 我去找你的路上 遇到了一起车祸 应该都是意诺药 我跟 fiquei了 养上our 没有 好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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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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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咱们都 都是人到中年了 是不是都该放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回老家吗 我啊 女朋友也败了 工作也丢了 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过年啊 你的事情 我听思琪说了 那你的小苏 回去过年吗 我爸妈来上海了 今年在上海过年 诶 群飞 我突然有一个好主意 我突然有一个好主意 你女儿可真行啊 这照顾这姓雷家的爹不说 这大过年的还搬到我人家家了 老雷走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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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更上我的刘三姐在等着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雷总 你可太有眼光了 这个丸子呀 是我妈的绝活 我从小到大就爱吃这个 来 你尝一个 怎么样 香 来 咱们干一个 祝老雷总新年快乐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还有 早日康复 笑口常开 好 来来来 早日康复 邵总来了 少爷 邵总 赶紧的 大家好 我来时了 雷哥 新年好啊 小苏 这就是你说了那个神秘的朋友 是啊 过来坐吧 少爷 来来来 您坐在这边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位置 嗯 我来来不喝 咱们 都来吃饭了 快点 继续 这边 没什么 我来到 去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难得大家聚在一起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我先敬雷哥 新年好 希望余蓁也早点回来团聚 少姨的意思是 让余蓁赶紧出差回来陪你 好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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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杯 敬小苏 少姨 少姨之前 因为误会 对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少姨向你道歉 你能原谅我吗 少阿姨 您说什么呢 您是真容的母亲 对我来说 就像和我的亲生妈妈是一样的 哪有自己的女儿 跟自己的父母较劲的呢 来 这一杯我干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来 第三杯 敬在座的各位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我希望 在未来的新的一年 大家都顺顺当当的 心想事成 好 那祝我们大家 新的一年 开天心心 大志大力 心想事成 大志大力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太好了 好啊 死了 还有一个客人 在喝门酒 你等到我啊 我把他全走就回家 好啊 小伙子 这大过年的 喝个差不多也就得了啊 我们当家的啊 催我回家吃年夜饭呢 你能不能 让我早点打烊啊 方白宁 你贵州人啊 我花稀的 你也是贵州人啊 我离你家不远 我这大晚上呢 真不知道去哪儿 您就看在老乡的份上 就让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行吗 好 小伙子 你怎么不回家呢 家 我跟你不一样 你家里有人在等你 我呢 上海的家不像家 不像回 贵州老家没连回 你都在上海安上家了 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 是 我是在上海买了房 也娶了个上海女人 你好有福气啊 你看看我和我们当家的 每天起早贪黑的 在这儿小饭店里忙 来上海啊 都十几年了 到现在啊 都租住在 巴掌大的地方 苟进去啊 都只能尾巴上下摇动了 我妈知道我娶了一个上海老婆 高兴啊 要大半 老家喜字都贴好了 我老婆一句话 婚礼不怕 你说这大过年的 你好得跟我婚趟家吧 你好得让我妈看看您的尊容 打死不回去 她爱发脾气 我也不让她 那你们结婚后没磨合啊 难 因为我们家球 我从小到大就被人看不起 所以我就拼命读书 拼命学习 每年都考第一 终于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 人家都在享受爱情 享受大学生活 我呢还在拼命地学习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男生宿舍有一层楼 就因为一个吃的 对方跟我吵架 他买了两箱牛奶 他在男生宿舍喊 所有的人 一人给一个就不给林向远 我哭了一眼 我在想啊 我在想啊 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穷 人家开开心心的小时候大学 我呢 我天天还得打工挣钱 我得交学费 大学毕业了 找到一份工作 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夹着一步做人 好了 我现在功成名叫他 那又怎么样呢 有钱能买到房 但是买不到家 我他们奋斗了半天到头来 他这个去忘了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小伙子 这人哪 不能什么事都要求实权实美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已经得到不少了 你不懂 其实你比我富多了 至少大年夜 还有等你回家的人 行了 我就不打扰你跟家人团聚了 谢谢你啊 听我说那么多废话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回来 这钱给太多了 钱不重要 新年快乐 好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下一个 老雷总 你看你看 这儿 多好看啊 好不好看 电话啊 电话 喂 爸 是我 是雨晶啊 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国外呢 今天大年夜 我 我 我给您拜个年 祝您身体健康 赏您百岁 爸 我想你 爸爸也想你 你不用想爸爸 不用想 你在国外好好工作 爸爸在这里和一群 一群好人在一起 我找个人跟你说话啊 我找个人 你跟他说 喂 是我 快乐 我 我 我 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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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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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林小远到哪儿了 给他打个电话吧 爸 爸 诶 战然啊 到家了吗 爸 我刚下飞机 哦 刚下飞机啊 你到家以后 一定记得跟我们报个平安 替我向你母亲问好 好 谢谢爸啊 新年快乐 爸 班律 你跟夏儿说两句 说两句 喂 你在哪儿呢 我 刚下飞机 马上赶高铁啊 你那路上还挺安静的嘛 妈 大家都过年了 都回家了 路上哪有人啊 那行 就这样吧 帮我给你妈带个好 爸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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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快点 不要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